小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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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手啊 放手啊 小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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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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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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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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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手吧 放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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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 大师 没事吧你 小妹 大安哥 我没事 哥 哥 你没事吧 没事 大安 哥 你没事吧 大安 我没事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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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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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什麼事 法政 小妮她 被佟大寶的人綁架了 師父 法政 回來 師父 我要下山救小妮啊 法言 師父 你把法政帶回大寶洞 派十八斤羅漢守住洞口 誰也不許出去 師父 師弟 走吧 師父 師父 姐姐 你嚇死我了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坦知的老婆出了事 你是擔心她吧 是又怎麼樣 我也幫不上忙 袁姐 你猜 我們在你的睡倉裡 擺住什麼了 打開 快 三角 三角 法政 我們該怎麼辦 師父不同意 我們就偷偷下山 法政 法政 不得了了 法靖她 独自下山去了 什麼 你怎麼不攔著她 我我拦得住她嗎 差點被她給摔死了 三角的 她怎麼不露面 她呀 我看是叫洪川的姐妹們 給拐跑了 死性難改 沒了誰 我終於下山救人 法政 你好大的口氣啊 那十八金龍漢 可不是好打的呀 為了救小妮 再難打我也要打 我 這就真是想去找死了 張老 張老 你醒醒啊 你們是誰啊 張老 我是法政 法政是誰啊 我 你是從北少林來的那個小和尚 就是我 你以為你功夫厲害 想跟十八羅漢玩一玩嗎 張老 我只想打出達摩洞啊 牛何必浪費在這兒呢 那是笨蛋做的事 聪明人懂得省點勁兒 省下力氣辦正事 那 我該怎麼辦呢 嗯 對啊 長老 嗯 我知道 只有山東長老可幫我 長老有活性 如果您不肯幫我們 還有誰能幫我們呢 法政 好 你們可以找一個捷徑逃出去嗎 這 要 捷徑 這好嗎 要 不是為了救人 哎呀 我還懶得管哪 去長老指教 老那說的可都是夢話 那我們就當夢話廳 當夢話廳 啊 對對對 老那那會兒也被罰在這裡 哦 眼底思過 長老為什麼受罰啊 那會兒我才十八歲 受不了這些清貴戒律 哎 嗯 長老德行跟法名一樣啊 去 哎 那是因為我忍不了飢餓 才天天偷下山的 啊 啊 長老您是從哪出去的呀 莫非長老跟我一樣也是爬出去的 別鬥嘴 山門是出不去的 我可有一條下山的秘密桶呢 哎 長老四月裡哪來的密道啊 老何人說夢話呢 哎 哎 來 請佛祖原諒 嗯 我善通當年屢屢為歸 不但是為了一保口福啊 其實還有一件不可告人的事 啊 哎 所以我才下了雙眼 嘿嘿 莫非長老年輕時也有相好 還偷看女人洗澡 所以才下了雙目 哼 你三句不理本行 嗯 佛祖恕罪 佛祖恕罪 多謝長老相助 走 走 阿彌陀佛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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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是先回家 飽餐一頓換件衣服 再去救人啊 都什麼時候了 你還點點這些 這有什麼呀 我們現在真身打扮 哪也去不了 去換件衣服 再去救小蜜 師兄師兄醒醒了 法政他們呢 法政 我不知道 哎呀 你還裝糊塗 這密道只有你才知道 啊 他們跑了 哎 他們跑了 這這這這 哎 師弟啊 難道你就忍心 讓這幾個孩子下山送死嗎 哎 師弟啊 你是不是趕快派僧兵下山哪 啊 師兄啊 真是一想如此 總是先把水搅混了 然後再去想法子 哎 哎 有道是不於花油落 無風須自非呀 看來解鈴還須記鈴人 師弟 我這就下山把他們找回來 哎 師兄 哎 頭領 我們這樣做 到底為什麼 潘飛 設計右股氣哨政 我們絕對不能讓他把頭功搶去 否則 我們和佟大寶談判 還有什麼籌碼 首領是要搶氣哨政 如果 齊少政 被我們搞到手 到時候 彤大寶 我讓他怎麼樣 他就怎麼樣 首領 高明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喂 哎 讓一下 讓一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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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客官您說什麼呀 混蛋 要講中國話 哎 他是想來咪咪咪咪咪 狗 客官我們這兒只賣牛肉不賣狗肉 混蛋 哎你怎麼罵人啊 他是想要酒 趕快去拿吧 來 我們吃菜 哎 這些人呢 人話都不會講 簡直不是好人 哎 這一年頭啊 到處是壞人 好人太少了 哦 哎快去快去 哎 布朗虎 布朗虎 哎呀 哎呀 布朗虎 哎 布朗虎 布朗虎 四家公司的布朗虎 布朗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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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開開 布朗虎 開開 開開開 法政 你放心 我一定把小妮救回來 親手交給你 絕對不會讓佟大寶的一謀得逞 你來幹什麼 我來幫你來了 放開人 放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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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 没事吧 没事吧 稀少认 看你今天往哪里跑 我们上那了 快走 孟四郎 我要杀了你 快走 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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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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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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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追 快追 快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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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我要救法径 不行 全入温口和追兵了 那就不救他了吗 先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再说 快 盘着他 快 快 法径 你有没有事啊 我没事 坚持住啊 一会儿就好了 那边有船 法径 是船啊 船后面有救了 走 走 走 哎 姐姐们 快来看哪 那水里有人 什么 那水里有人 看见了吗 哎 怎么了 怎么了 原姐 原姐 你看那上 那水里有人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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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弹智吗 对 快 把船开过去 快去 把他们几个拉上来 哦 快点 这怎么回事啊 谢谢啊 哎 你要救的那个女子 是不是送你红肚兜的那个人啊 嗯 嗯 你呀 也该早通知我们一声 好让姐姐们帮你出出主意啊 这南少林怎么不派人救你们呢 师父他不肯啊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哎 没救出小妮 法静也丢了 我们怎么回去啊 哎 我看你们还是留在红船慢慢调养 然后 嗯 对对对对 三角说得对 现在回四院 师父准饶不了咱们 我不救出法静 我绝不回去 我替你们拿个主意吧 你们现在回去呀 师父肯定饶不了你们 不如你们留在红船养伤 以免打听小妮和法静的消息 然后我们一起去救她们 哎 姐姐姐这主意真好 不救回法静 我真的是不甘心哪 你张嘴闭嘴救法静 就没把小妮放在心上 救了法静 不就是救了小妮吗 再说 法静可是我的甘亲义妹啊 法明 胡说什么 义妹 听你的口气 法静她好像是个女人 哎 对对对 我也觉得这个话特别别扭 哎 人有三级 我我先走了啊 法明 你别想溜 适陪一下 你你 哎 哎 哎 你说的是真的吗 法能 你别听她瞎说 她一时轻急 才胡乱说话呢 啊 我 我不瞒你 你 发静她真是个 女人 这这这这真的 这是真的 是真的 你早知道她是女人了 你怎么告诉我呀 你你你这人 我 法成 我们是不是朋友 是不是兄弟 是 既然是朋友 是兄弟 这么大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 你现在就跟我讲清楚 要不然 你就不是我法能的朋友 法能啊 这件事 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啊 法静她跟你一样 都有了深仇大恨 她是为了给父亲报仇 才冒险 女扮男装来到南少林学艺的呀 我弄不明白 你明明知道她是女的 还替她瞒着 你难道不怕赐鬼的处罚 这是为什么呀 我同情她的遭遇 钦佩她的意志 所以 哎哎哎哎哎哎哎 兄弟兄弟 我看这件事 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算了 法静师对她呀 不是师妹啊 跟我们关系都不错 你忍心出卖她吗 法能 法能 我现在是法静的干戈了 不看僧面看佛面吧 啊 你这干戈又怎么了 那法政干什么人啊 多少日子跟法静同床共枕 早该是夫妻了 哎 不是 那个哎呀哎呀 哎呀你握手 你们连一个气哨证都对付不了 如何能对付得了南少林 大人 要不是那窝口大盗正雄大恩抢人 气哨证早就被我抓住了 他大盗正雄分明是想抓到 要挟我们的把柄 气哨证 逃得了今天 他既然现身 就逃不过明天 你这些话 我听得太多了 童大人 我们虽然没有抓住气哨证 但是我们抓住了他的老婆 气哨证什么时候有了老婆 就是那个老猎虎的孙女 太好了 有了这个人质 就不怕他气哨证不出来 人呢 大衣裳来 放开我 放开放开 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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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气哨证的老婆 是 你们已经圆房了 对 和尚怎么能有老婆 太近能能长胡子 和尚为什么不能有老婆 我 你把童真 真的给了一个小和尚 是又怎么样 不 我不相信 我和尚的人 死是他的鬼 一个和尚怎么能毁了你的童真 不 我要亲自验证 验证这一切 不是真的 我要把气哨证千刀万剐 大人 带下去 是 从大人大倒正雄求见 来的正是时候 让他进来 是 有请大倒正雄 龙大人 我又给你带来一件礼物 不知又是什么货色 大人 这是一位可供您采音补扬的绝好妙药 龙大人 这是南少林寺的小和尚 你们把我童大宝当成什么人 难道 我是那种生死犬马的好色之徒吗 龙大人 不要心急 他是南少林的和尚不假 可他是个慈和尚 他是真正的厨女 龙大人若是不信 您可当场验证 龙大人 让我来吧 不 我要亲自验证 一个女子竟然能混到一个和尚庙里去 一定是有相好的做内应吧 说是七少政啊 为了七少政 我先留着你 带下去 嗯 小妮 我如果是七少政的话 我肯定会舍得敬您来救你 可他倒好 你看清楚了吧 好了 你别说了行不行 他根本不是你受的那种人 那你这话的意思是 他会来救咱们 他要是知道的话 肯定会来救我们的 那还差不多 不过我真的希望他别来 不希望他冒险 为什么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 你想害死他呀 童大宝他就想利用咱们两个 把他引下山好抓住他 那不说 我们完了 大汉哥 咱们两个也算是死里逃生了 害怕再死一回吗 我倒无所谓 我在这世上 除了你和爷爷 没别的亲人 再死一回没什么 嗯 小妮 发尽 小妮 没想到我们在这里见面了 你怎么也被他们抓进来了 都是为了救你 再被他们抓进来的 救你 救你一个人啊 我是一个人独自下山的 所以才被他们抓进来 哦 对你你 你不要误会啊 我一开始 是一个人偷偷下山的 结果后来呀 法政 法民 法能他们都来了 那他们人呢 当时我寡不敌众 才会被窝窟给抓住的 我问你谈这他们呢 他们如果要是没被抓住的话 那肯定是溜之大吉了 要是真能跑掉 那也算是好啊 好什么呀 他偏向我们不管死活 真不够兄弟情义 死又有什么呢 我绝不会连累弹制他们的 小妮 你真了不起 自己都落入虎口了 可是还一心替法政着想 嗯 怪不得法政师兄 心里始终挂念着你 他心里有我 惦记我 可是他自己不敢承认 来 来 真不愿意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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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小妮 你在跟谁说话呢 哦 是我 我是法镜 法镜 你一个和尚怎么关到那里边去了 你的意思是 我应该到你那边去了 你 你一个出家的和尚 真丢人 可是他们把我关进来的 你以为我愿意进来啊 佟大宝 我非杀他让他加油过 大汉 你别那么着急 我法镜可是出家人 小妮他也是佛家弟子 我们佛家弟子讲究四大皆空 谁要有一丝杂念啊 佛祖是要惩罚的 你说对不对啊 小妮 怎么 你还是不放心啊 看来呀 你还是没有放下沉心 我可是干干净净的 佛说 如果两个心里干净的人在一起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是和尚还是尼姑 不要说拉拉手 就是睡在一起呀 也一样心如止水 你说对不对 你说的有些道理 这不是我说的 这叫禅礼 我刚刚出家 这些深奥的道理我还不懂 那我们就睡一起吧 不 看来呀 你的心里还是不干净 那水怎么能平静得了呢 我们呀 还是各睡一边吧 嗯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弟子法境三称三拜 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 南无阿弥陀佛 更加大师 老启独 疯独 启独 作iment 为 saber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七少政这回肯定是插池难逃了 我要让他固若金汤 不好了不好了 小和尚 于大人来了 快点 于大哥呀 你抓钦犯这么卖力 看来钦差大人要赏你个高官 我不就赏什么高官 只要不出岔子 我也就谢天谢地了 于大哥 听说那个钦差大人是个太监 还是个奸臣呢 是啊 你们可不要乱说呀 我听了还无所谓 如果有奸细传到佟大人那儿 不但你们的小命不保 恐怕我这吃饭的家伙也不保了 看把你吓了 大哥 我可跟你们说清楚了 别在这儿添是非 万一生出什么岔子 我可不好交代啊 我知道 于大人 你这是连我们也信不过了 就是啊 你们哪儿不能混后饭吃 偏偏往这个是非之地来凑合 我看哪 万一出点什么问题 这可是自找麻烦 于大哥 这你就不知道了 像我们唱戏的呀 就是乐于找这种高门坎唱 一来嘛赏银多 二来名气也大 说出去啊 我们也是给钦差大人唱过戏的呀 是啊 你们说的我都清楚 可是 你们不知道 今天这出戏可是太难唱了 啊 怎么难唱了 我们这些女孩子还能有什么事啊 看你说到哪儿去了 小妹 你一点都不清楚 你以为佟大宝他们 真是喝酒找乐子吗 你没看这架势 明明就是幼虎出山了 幼什么虎啊 听说那个朝廷钦犯 是南少林的和尚 而且是契机光的儿子 哼 我也就是冲着佩服七大将军 才敢告诉你们这些的 哼 余大人 您这话说的 他们抓他们的钦犯 我们唱我们的戏 你不是怀疑 我们红传 藏着你想要的人吧 这 这是怎么话说的 啊 余大哥 你放心 我们唱完戏就走人 绝不给您添麻烦啊 我也是怕节外生枝啊 好了 你们赶紧准备吧 嗯 大人 我就是担心他们不来啊 他一天不来 我等两天 两天不来 我就等三天 我就不信 细少让他沉得住这口气 啊 啊 大人请 提督大人 小人请来了礼花班 为大人酒宴谢意 就是那些四处唱戏的女戏哦 他们能唱出什么名的 黄大人 今天很想听两出好戏 唱得好 一定中赏 佟大人也喜欢听戏 就闻南戏为天下一绝 佟某今天很想亲耳聆听 是 赶紧让他们开戏吧 好 好 出品 出品 对 好 你儿在空中多此病悍 放了兵去别亭 接了轻盘放上兵不余地 我看是时候了 该让他们出来了 他们来了 咱们怎么办 不许乱动 我们该怎么办 告诉他们 好了 这么大夫在台上 正好可以提醒他们 好 童大宝 洪传的姐妹们 洪传的姐妹们 你们千万要告诉法政 别让他上童大宝的当 姐妹们 求你们告诉台志 千万不要太下山了 你们给我住嘴 听你们啊 小妮 你给神不神说什么江孟子 不要 嘘 小人把他们放下来 让他们好好的喊 早晚把气哨正 喊出来 来 喝酒 好 把他们放开 让他们使劲喊 是 同传姐妹 求你们告诉台志 千万别人在下山 这是童大宝伤的陷阱 他们是要抓住法政 洪传姐妹 快叫谭志来救我们 杀了童大宝那狗贼 我看 事活后了 你再去给他加把火 早晚把气哨正给我烧出来 是 我看气哨正这次 再给我王南涛 同传姐妹 求你们告诉台志 千万别人在下山 这是童大宝伤的陷阱 他们是要抓住法政 再给我喊 把他们给我掉下来 小妮 大人 小妃 老虎 终于下山了 老虎 快 走 老虎 别 放开 放开 别 放开 放开 走 放开 我去看看 快去 你看 姐妹们 我们上 走 走 该送死的 都来了 给我开一炮 OK pare 啊 啊 啊 好 啊 小丁 你 小妮 小妮 大师 你放手啊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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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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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Plant 啊 没事吧 你小妮 大恩 哥 我没事 哥 你没事吧 我 很直 大汗 大汗 哥 你没事吧 大汗 我没事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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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哥 哥 你让我下来吧 别动 我背得动你 怎么了 大汗哥他 你还是让我自己走 你 你 别任性了 还是让我送你回紫云安吧 紫云的师兄们为了救我 死伤那么多 比起他们 我这点伤算什么 你还是赶紧回去看看他们吧 小妮 我 我对不住你 大汗哥 你不要这么说 你没有对不住我 你真的 真的要出家 你是个好姑娘 脚下的路还很长 你不要再说了 小妮 即使没有我 你也一样可以生活下去 一样可以找到自己的幸福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为什么 因为 因为我给不了你幸福 也许明天 我就会死在佟大宝的手里 不要说死 否则他一定会保佑你的 你让我说下去 你也要振作 你不要因为我而失去你的幸福 小妮 法政 法径 三角 法明 法能 你们几个擅自下山 按私规当逐出寺院 师父 请不要敢私围师兄下山 是我一个人犯规在先 他们是为了救我才下山的 先犯后犯 一日出发 师父 我犯错之错 一定改错 你为什么不要赶我下山呢 师弟 我是他们的长辈 放他们下山的是我 该罚的是我呀 逐出山门的 应该是我 师父 没有长老的责任 一切过错和责任 都是我 师父 是我的错 饶了我们 饶了我们吧 你们以为这样可以法不至重啊 师父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你们别着急 师父还没说怎么处罚你们呢 我念你们拯救人命 从庆发落 从庆发落 在 打他们二十法杖 送达魔怒 师父 师兄 师弟们甘愿受罚 可是 叫你打就打 是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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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法杖还不把人打死了 师父 你想想 师父 师父 和法证师兄 正有心病 执杖师兄 各个力大无穷 那一仗下去 还有轻重啊 你说的也是啊 我怎么偏偏要打法杖呢 对呀 师父如果真的要从轻发落 就应该让几位师兄 回草房好好练功 再罚颂 班诺经 一千遍 一万遍也行啊 偏偏要发二十法杖 你快去跟法院讲 一定让他们轻点打 千万别把他打坏了 弟子明白了 回来回来回来 这话只能对法院一个人讲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去吧去吧 师父 慧玉师太来了 正在方丈士等您呢 好 知道了 给我狠狠地打 打 大师兄 大师兄 使劲打 你正事不办 你不想办法去对付佟大宝 却去惩罚自己的弟子 你就这么忍心狠狠地打他们 师妹 二十法杖打不死人 你连一法杖都不想挨的 师父 师父 不得了啊 大师兄他们真往死里打呀 怎么发现他们真打 师父是没看见 大师兄他一定是公报私仇 他们就这么时间抡着打呀 你都看见了 这还有错 刑房里面像杀猪似的叫到豪惨 法庄之兄他们一定都给打坏了 哎呀 这个发言我不是跟他说了吗 怎么下手还这么重啊 那我去看看 师妹 师妹 还是我去吧 方丈 你怎么样 好 大师兄 谢谢你 我没事 小妮已经回到紫园安了 你就放心 师兄师兄 师父来了 快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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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我趴着才对嘛 错了 错了 这怎么了得 法正 他们打坏你了吧 师姑 你告诉师姑 他们打伤你哪儿了 没事 你让我看一看 让我看一看 打伤哪儿了 伤到哪根筋骨了 没事 让我看一看 不要紧 法正你让我看一看 法爷 在 把他们押回大魔洞 面壁思过 是 二十法上打完 习乎切挂 我不看这个打得舒服 阿明 三角 是不是还没挨够 我再打你一下怎么样 干嘛 睡觉 三角 你真欺负我 行了行了 睡觉了 睡觉 杜碧 睡觉了 睡觉 这叫怎么睡 什么怎么睡 就像原来一样睡 真是 可如今 还能像原来那样睡 就怪了 我说兄弟 我看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 平常心即是佛 你现在需要的就是一颗平常心 我不是佛 我就知道男女有别 原来不知道底细 也就罢了 可现在明白了 怎么还能男女同事呢 毕竟男女有别嘛 那红船上不都是些女人吧 你怎么就可以在船上待着呢 兄弟 佛祖普渡众生也不分男女 你还把他看成个女子 说明你还没有脱落身心 三角说得对 只要大家做到身心脱落 射起杂念 无心即佛 好了好了睡觉了 睡觉睡觉睡觉 睡觉睡觉 来来来 你脱衣服啊 干嘛呀 给 不好意思啊 睡觉喽 哎 发城师兄 你在想什么呢 我什么都没想 你是不是在想小娘落发出家的事 睡吧 小妮呀小妮 发城既然劝你不要出家 那就说明她心里有你 你又何必应了坚持呢 师太 我不想成为她的包袱 可是一旦削发 就再难复得 你不后悔 小妮 你还记得善通长老为你开的一剂药吗 叫耐心七分 你明白吗 你不忘了 这不是 你还记得她 你也记得了 你还记得了 七少政 现身南少林 我要铲除南少林寺 大道君若能助我一臂之力 剿灭了南少林 福建的通商权就是你的了 童大人能说话算书吗 大道君你忘了 我们可是割发蒙国士的 童大人的兵马三天之后三经前 能赶到南少林吗 一言为定 有您这句话 大道也绝不会让童大人失望的 过几天我们会在南少林 共饮清宫酒 共饮清宫酒 告辞了 书不远送 请 童大人 你真的相信大道正雄能铲平南少林 重商之下必有勇夫吗 童大人 真的轻易要把福建送给大道正雄 我要给他来一个一石二鸟 一石二鸟 长老在那 我在哪呢 快去看看 长老 你砍这些竹子干嘛 你们猜猜 不是喂熊猫吧 怎么会了 我只有法军才喜欢吃竹子 你才喜欢吃竹子 长老 你看这竹子不是要造兵器吧 你怎么知道我要用它造兵器啊 造兵器 我是瞎猜的 你没听说过吗 当年你父亲带兵抗击倭寇时 就是用着毛竹造了一种专门对付倭寇打刀的兵器 父亲用我的兵器 没错 七将军造的这种兵器名字叫狼显 狼显 长老造兵器是为了对付倭寇的大刀 对啊 这个杆子要用刀 饼端三尺枝叶要留着 拿这个扫地还差不多 用这个竹竿的真能对付倭寇的长刀 你不信等造好了一事便知 大概是你师父又在砍竹子了 师父也来了 咱们去看看吧 走走走 师父 师父 你也要做狼显啊 是啊 那要做多少啊 狼多当然要多造些了 来来来 咱们也砍啊 好 快看 师兄啊 你这人就是这样 这么大的事儿 事先也给我打个招呼 来来来 这是历久活儿 女人怎么能干 女人怎么了 不信 咱们比试比试 好 恶兰 我们师太啊 就是不想让男人小看了 我师父是藤师太 你敢不敢和我比啊 我跟我师父一样 不敢 不敢 小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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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好啊 好久不见了 想不想我们呢 想不想我们 真好 好久不见了 我们可想你啊 也不过来看看我们 就是啊 怎么样 是什么呀 你们注意了 现在这狼血没有毒 到对付倭寇时 就会涂上剧毒 大家要小心了 现在 可以操练了 好 大家听着 现在需要有人假扮倭寇 以便于有利实战 我不当倭寇 我也不当倭寇 那我来当吧 不就是假的吗 也成不了真倭寇 来 我来当我卧客 谁来当我对手 我 小妮 这里没有小妮 小妮 我 祝你法号子云 小妮 这人眼帘不是真打 眼帘就是实战 见到真枪 没有半点西架 小妮 你听我说 小妮 小妮 你已经死了 你 我就是倭寇 快点过来 谁敢出来呢 谁来跟我打 谁来跟我打 你 我看你什么都不见了 你哪有什么还要 你身体 你身体 没人儿子 你身体 我看你身体 你身体 要不然 你身体 我身体 法能 你看清楚一点 我可不是鬼四郎 鬼四郎 少废话 我要杀了你 法能 我可不是鬼四郎 我可不是鬼四郎 你看清楚点 法能 我一定要杀了你 你看清楚一点 我可不是鬼四郎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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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能 你疯了 法能 救命 法能 法能 快起来 法能 你看清楚 他是法明 没事吧 没事 法能把我当成鬼四郎了 法能 你动错了 法能 阿弥陀佛 尊敬的方丈 我们是从日本来南少林求学禅礼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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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很出名的禅语 何叫 我们东营有这么个和尚吗 好像有 笨蛋 干嘛给我起这个名字 宝敬三昧这本四言诗集 你们都读过了吧 我想起来了 方丈所说的是不是鱼塘国师写的 诗集就是洞山梁架的九十四句 语师啊 方丈说的我不清楚 可是我听鱼塘国师说过 佛法本来没有什么 吃饭 穿衣 吃茶罢了 这吃茶吃饭又穿衣 其中蕴含着很深刻的禅礼啊 鱼塘国师是说佛法原本没什么特殊的秘密 和我们平日喝茶吃饭穿衣一样平凡 两位师父远道而来 还是早些回去休息吧 对不起方丈 我们是来求学的 还请方丈多多关照 阿弥陀佛不必客气 两位师父请 师弟啊 我可又闻到了一股鬼气啊 非要叫董珊这么个名字 可见这是自找苦吃 我以为董珊是个可敬的僧人 也以为中国和尚未必就知道 董珊梁架这个功能 他们懂得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尤其是那个袁兆老和尚 以后你跟我说话的方式要学他们 我们要好好地研究研究他们 对了 那本《四言诗集》和《洞山梁架》 到底是怎么回事 董珊梁架 嗯 董珊梁架 好 有了有了 那就快点吧 原来《宝敬三妹》 就是这个老和尚收集的 共九十四句 其中一句是 《潜行密用如鱼如鲁》 嗯 这是什么意思 《潜行密用》这句诗呢 是指暗中行事而不为人知 但不是让你作奸犯客的意思 作奸犯客 这好像是在说我们 这是书上说的 它是指每日言行要守本分 绝不能过分炫耀 不要再念这些东西了 它与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 如鱼如鲁中的鱼和鲁呢 都是鱼的意思 这句话教导产者在日常生活当中 要像愚蠢的人 因为这才具有人生的真实性 这和日生于东方而日落于西方的 宇宙法则是相同的 你不要念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首领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听 我只想抓到七少镇 首领 我们要想瞒过他们 我们就得学会这些 否则是会露馅的 怎么办 放开 法章 快过来 快帮把手 什么扁豆 什么事 总之最好的菜 你帮我多摘一点 师兄 这是要找点什么贵宾 你们不知道吗 今天来了远方的客人 客人 不是从京城来的吧 京城算什么 人家可是从福萨来的 小的不如我扣 他们说的没错 好像是几个日本和尚 方丈说让我们好好的款待他们 可是我们四里也没有什么大鱼大肉的 不过做点摘菜给他们吃吃 还给他们弄菜 师兄 你们需要什么尽管说 我们有的都给你们 好好 你得吃点水果啊 好好 快去 还有水果啊 快去 师傅干嘛 对他们这么热情 就是 这还用问 你一直帮吧 干活 切 走吧 很好 真的很好 好什么好 没有肉 没有酒 这算什么东西 少林 我们平日吃惯了肥腻 现在尝一尝中国寺院的素斋 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齐田 你是不是中了什么邪了 少林 不就是吃饭吗 不知为什么 自从我进了南少林寺的那天起 我就觉得心神不宁 你说为什么 少林 也许我们做了个错误的选择 胡说 少林 怎么办 少林 怎么办 请进来吧 河野小姐 我们真是冤家路窄啊 河野小姐 这个世界真是太小了 我们又见面了 你真是胆大抱天 居然混进南少林 河野小姐敢做的事 我当然也不怕 不怕 你想在这里捣乱 真是妄想 河野小姐 你也是日本人 我们就一起合作 对付南少林吧 你真卑鄙 如果你要是不乖乖的听话 你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你们想威胁我 告诉你 只要有我在 你们就别想得逞 你别忘了 你母亲的生命还掌握在我的手里 要不然我就想方丈告发你 你们想让我干什么 很简单 夜深人静三经的时候 你把山门打开 把我们的人放进去 即使我帮了你们 你们肯定也成功不了 因为你们根本就不是 南少林武僧的对手 河野小姐 你不要太小看了我们 只要你真心帮我们 你会得到应有的奖赏 要是你出卖了我们 你应该知道 我们就和南少林同归于尽 你相信吗 我相信 像你们这样的人 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 你的武器很好 那你现在就可以回去了 等到三经天 你把山门打开就行了 你现在没有什么考虑的余地 天黑的时候我在这等你的消息 是 少林 我们真要在今天夜里采取行动 嗯 不错 不错 妈妈 我该怎么办 魔鬼就在我身边 他们就要对南少林私下毒手了 妈妈 花子绝不是南小鬼 可是 为了你的生命安全 我 我却不敢向方场揭露他们 妈妈 你说 我如何才能去制止这场罪恶 妈妈 妈妈 你怎么不说话呀 你曾经说过 在我遇到危难的时候 小偶人会保佑我的 小偶人啊小偶人 你一定要保佑花子 发静 发静 在求小偶人哪 你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 师兄 我 把真相告诉我 师兄 昨天寺里来的那几个日本和尚 根本就是倭寇 倭寇 师兄 你说 我该怎么办 你为什么不告诉方丈 可他们 用妈妈的生命来威胁我 卑鄙 他们今天夜里要偷袭死院 真的 他们要我三几天打开山门 放他们进来 那你准备怎么办 我想去告诉师父 可是我不敢 如果师父他知道我是女人 而且是和窝寇撑同一条船来的窝人 他会怎么看我 我明白 我已经无法在寺院里待下去 我 我还是去找师父说明白吧 发静 我们一起去见师父 走 发静 发静 你们站住 你敢投进我们谈话 发静 你这事瞒着我就不对了 难道你还没有把我当成你的生死朋友吗 我只知道你是个女人 但我还不知道你是个窝人 其实 自从我知道你是女人的那一天起 你就该完全相信我 发明 发明 卧人 卧人也是人哪 又是什么 发明 谢谢你 不过 你是卧人这件事 现在和师父讲 那是不明智的 可是不能因为我自己 而是整个寺院陷入危险之中 发静 你听我把话说完 发静 您好好想一想 即使 你如实向师父坦白一切 这种事情师父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师兄们会感到愤慨 尤其是法能 如果他不肯原谅你 那那你怎么办呢 你来南少林是学习武功的 现在被赶走了 功夫岂不是半途而废了吗 法明说得有道理呀 可是我们能怎么办 今天晚上我可就要动手了 反正你别急 反正你是窝人已经是事实了 现在只有你知我知 还有他知 绝不能让第四个人知道 我们可以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我倒有一个办法 华明 你先回僧房 千万不要睡觉 要面不露色 让师兄们也不要睡觉 以有动静 马上带师兄们出来 好 我办事你们放心吧 快去 好 这边请 方丈居然也这样辛苦 这是我们出家人每天必须的作物 何为辛苦 这叫一日不做 一日不食 身为僧人 不可不劳而获 不可夺人所好 要自食其力 这就是说 出家的人不劳动 就不可以吃东西了 你理解错了 身体的劳动成为作物 我们出家人劳动 不是为了生活 而是为了作物 作物是为成就佛的心愿 既然如此 作物会使人感到幸福 一日不劳动不作物 再好的食物 也无法下宴 方丈真是令我敬仰万分 东山师父 非常敬重您渊博的学识 晚饭后设下茶道 请师父过去讲禅 望师父一定赏脸光临 好 到时候我一定去 四弟 一天夜里 五祖发眼尘时 和他的三个弟子 回寺院的路上 手中的灯火 突然被风吹灭了 发眼立即问弟子们 你们悟到了什么 灯火灭了 自然要多看脚下 不然走不好路啊 灯火灭了 还能看见脚下的路 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嘛 师父你看 夜里三更要防窝寇袭击 寺院里有内应更需防卫 对 我看过了 好像没有人 师兄 我得去客房 和洞山和尚 喝杯茶 下两盘棋 现在天色还早 你先闭上眼 扬扬神 恐怕有人是 有眼无珠啊 吴凡 陪师父跟客人下棋去 我真不明白 这都什么时候了 师父还有心下棋 吴凡 你忘了带棋盘了 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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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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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吵别吵睡觉了 怎么还在睡啊 起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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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脚就你还在睡 喂 你扮了一天的窝寇 你还没有扮够是不是啊 神经病 哎 你们敢不敢跟我打赌 如今我法明修炼的到哈 比你们高 吹牛吧你 你拿什么来证明你比别人高啊 不比不知道 一比就知道了 如果我输了 我请你们吃大餐 怎么样 法明行了 你那点本事谁不知道啊 你还是早点睡觉吧 哎 睡觉 哎 我们就比 今晚谁不睡觉 如果谁睡着的话 那就是修炼无功了 这算得了什么 我做两夜都没事 可是我不做 哎 笨蛋才会上你的当 哎 要不然 咱比讲笑话 如果谁的笑话 让我法明笑的话 那就去睡 如果我不笑的话 那就继续讲 哎 你来给我讲 你要是把我讲笑了 我们大家 就都一夜不睡 一言为定啊 从前 山里有座庙 庙里有个老和尚 山后有座庵 庵里有个老尼姑 哎呦别讲了别讲了 我们就是一群和尚 和尚的事情有什么好讲的 嗯 哎呦这怎么讲啊 哎 从前山里有座庙 庙里有个小和尚 山后有座庵 庵里有个小尼姑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 哎呀好嘞 老尼姑换成小尼姑 坏了坏去还是没头发的 还是我给你讲一个老道士 和老道姑的故事吧 哎 好啊好啊 哎 如果你把我假笑了 我就去睡 如果我不笑 大家都不要睡啊 听着啊 从前呢 有一个老道士和一个老道姑 他们呢是一队青梅竹马的小情人 哎呀三脚 你讲的笑话一点都不好笑 哎 老道姑是谁 老道士又是谁啊 这你都听不出来啊 那老道士就是我呀 哎 那老道姑是谁啊 还没生出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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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没笑啊 大家都不要睡啊 好 那我再给你讲一个 那你讲吧 从前有座山 山里有个小房子 房子里面住着一个小小老太太 每天走路 自个儿先睡着了 三角 我觉得法明今天有点不对劲啊 管的对不对劲啊 咱们先睡觉吧 你只能一点都没脑子 你就没发现 法政和法政 今天晚上一夜没回来 准备着我们干什么去了 对啊 真有点不对劲啊 哎 法明 法明你快醒醒 法明你醒醒 你得让我睡一会儿 我可还没来呢 急什么呀 我靠 喂 喂 什么我靠 我靠 我靠今晚要攻打少林 你们不要睡啊 起机寺院 他不会说梦话呢 他不会说梦话呢 是法政和法静吗 张老师父他 师父他 他去和日本和尚下棋去 这太危险了师父怎么 化解邪恶与杀心 需要很大的佛心和智慧 你们的师父之所以这样做 那是为了救人哪 这种恶人也需要拯救吗 恶人才更需要拯救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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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不是讲什么和静清记的产者 那你怎么看呢 我担心他们会对师父下毒手 法静 你有些太天真了 其实你心里比谁都明白那些人的底细 可你没敢说出来 你的师父连恶魔都敢拯救 难道拯救不了你吗 张老 我的事你都知道了 我知道什么 你们低估些什么 没什么张老 你们明明在说话 还敢说没有 张老 法静有事要求你 法静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是个懂日本话的人 张老 你既然这样精通日语 一定懂得日本茶道 张老 我 你懂就懂 不懂就不懂嘛 张老 我懂 懂就好 张老 你们是不是觉得 我不是中国人啊 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这有什么关系 我只知道你懂日本话而已 张老 可是南少林寺 没有一个和尚是外国人 这又何怕 你法静如果真是外国人 那不就是南少林寺第一个外国和尚了吗 多谢长老宽恕 可我 我是个窝人 哎 窝人也是外国人 法静 你大可不必担心 只要你是个男人就长 法静 你应该利用自己的长处 现在就给你师父表演一首茶道技艺 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多谢长老关照 多谢 我这就去 谢谢 我人就是虚伪多礼 快去吧 别让茶凉了 哎 法政 你留下来 张老 我留着干什么呀 啊 我先睡一会儿 等到三更天 我还让你帮我开山门呢 长老 打开山门 不正好让窝寇有机可乘吗 你怎么知道窝寇要来 我 我要来个开门引狗 再关起门来打狗 哎 哎 法政 你怎么还不快去 哦 我这就去 哎 别忘了给你师父拿点点心 是 法政 时间还早 睡一会儿吧 千万别闭上眼睛